鹿顶纪第一高手是谁 真相恐怕会让很多人意外 鹿顶纪因为与避雪剑的相隔年数很短 只有区区二十多年 因此鹿顶纪中的很多绝顶高手 均来自于避雪剑 比如说有归心术、九难、合铁手等等 而鹿顶纪中原生绝顶高手 也有红安通、惠聪禅师、陈冠老师职等等 不过考虑到惠聪禅师几乎没有什么出手记录 而城贯功力尚可但实战稍差 故而鹿顶纪中的天下第一高手 只能从归心术、九难、合铁手和红安通里面来挑 合铁手在避雪剑时期就是当世一流高手 凭借独工即便是面对袁成志和玉真子这种世间绝顶高手 也能维持上百招 参考后期再办师袁成志 合铁手基本上是一人级华山派、铁剑门、金蛇密集 以及自身的武读教武学与一身 论武学涉及的渊博程度 整个鹿顶纪时期估计无人能出其诱 在鹿顶纪中 合铁手奉师命来中原办事 后因一时济养 用药蒙翻了龟心术一家三口 发现是大水冲的龙王庙 又出面进行维护 天地会发现五六旗被杀群群鸡粪 合铁手为震慑众人 随意露了一手 将一根七八寸长的蜡烛轻轻描淡写地切成六七节 且没有改变蜡烛自身的形状 虽说青木堂这风气中勉强算是个高手吧 但他们全程丝毫没有察觉 这说明合铁手的武艺 确实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合铁手在露面之后 确定了几个事情 其一是合铁手称 如果龟心术醒来 自己打不过他 其二 合铁手认为 龟心术的内功 人在圆城池之上 其三是 寒沙摄影除了圆城池之外 当时没几个人能轻松躲过 合铁手虽说在硬实力上不及龟心术 但凭借寒沙摄影 深冬击西 未必没有击杀龟心术的可能 至于龟心术 在辟雪剑中的定位 就不在圆城池之下 只是在陆顶季中出场时 年龄已大 龟心术一家三口 在羡慕之战中 面对成百上千的侍卫 有进无退 最终杀三十余人 伤四十余人 这些侍卫不乏武林好手 此战季是陆顶季中独一份的 因此 论陆顶季中的第一高手 合铁手和龟心术 都是有力竞争者 除了合铁手外 红岸通也是陆顶季中 第一高手的有力竞争者 红岸通是神龙教教主 为教导韦小宝 曾激信创出的 子虚举顶 鲁达拔柳 和敌亲降龙英雄三招 红教主在陆顶季中战绩非常高光 曾在中毒的情况之下 随意制出一根竹棍 就打断了徐雪亭五六根肋骨 使其失去战斗力 历春院中 黄岸通还深情过密宗第一高手 桑杰 虽然没有交代过程 但为小宝再赞他武功天下第一时 桑杰连连摇手 自知彼之红教主远为不及 能让一向高傲的桑杰心服口服 可见红教主的实力确实远胜于他 后一招秒行瘦头驼 轻松弹飞见您公主 红岸通的点风之战 是神龙岛内乱 在突袭的情况之下 一招秒杀阴景与陆高轩 谁说有出其不意的嫌疑吧 但是阴景和陆高轩 都是书中的一流高手啊 能做到秒杀 说明其实力还是高出二人很多的 五根道人 胖头驼 徐雪亭 张弹月 见无路可退 只能拼死一战 这时呢 四人都只攻不守 只怕能与红岸通同归于尽 原文称 红教主武功高出四人甚远 若要单取其中一人性命 并不为难 但四人连环进攻 杀得一人 自己难免受伤 斗得四十回合后 红教主用一双肉掌 已经找到了对方的破绽 只可惜 红岸通的心态不佳 在看到苏全 跟着维翔宝跑路之后 红岸通的心理防线 彻底崩塌 整个战斗过程 变得是极为焦躁焦虑 不过我仍凭借高车的实力 击杀四人联手 如果以胖头头为单位 徐雪亭不在胖头头之下 无根道人 与张弹岳略弱 但是仍强于 旁白一流高手的陆高轩 两人联手 打一一个胖头头 问题不大 因此按照原文来看 红岸通正常情况下 可以在轻伤 甚至无伤击杀四人 也就是说 红岸通有轻松击杀 三个胖头头的能力 猜测其实力 在四到五个胖头头之间 如果问陆定记中的第一高手 就绝对绕不开九难 因为原著中 有一段这样的旁白 说到武学修为 他除了学的 穆桑道人所传的 铁剑门武功之外 十余年前更是得其欲 百尺干头又进一步 与当年穆桑道人相比 也已远远地清出于蓝 环顾当世 除了那个不知所踪的 原臣致之外 只怕再无抗手了 穆桑道人在碧雪剑中 定位非常高 而旁白却说 九难已经远超穆桑 并且作为老熟人 九难只提了原臣致 而并没有提到龟心术 所以九难强过龟心术的 可能性也较大 至于九难在陆顶记中的表现 也确实有天下第一的姿态 九难首次出场是刺杀康熙 书中称奇 左手一袖极灰 一股强劲之举的立风 鼓道而出 多等等七八人 战力不稳 同时向后摔出 而后三十多名少林高手 纷纷出手 原文称 那僧人又袖袍一服 少林寺成自卑的僧人 各失崛起化开 可是众僧的胡招手 龙招手 年华琴拿手 琴龙宫等等 却也没能抓住此人 众僧惊诧之下 都心念一闪 天下竟有如此人物 紧接着陈冠出手 维小宝曾认为 陈冠的功力不在红安通之下 只是敌对经验不足 可就是这样一个 比肩红安通的人 被九难反手一掌打的是 热血翻涌啊 眼前金星乱冒 此战并没有什么取巧之处 陈冠完全是在输在硬实力之上 九难最大的污点是 单挑打不过 桑杰等六喇嘛 这是因为 藏教密宗的功法 可以将内力六人合一 九难一人功力 不敌六人 总和并不丢人 参考六喇嘛中的桑杰 此时还没有断止 至其全胜状态 而他的五个师弟们 战略又约等于 神龙教四大高手 所以九难不及六喇嘛 联手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考虑到伟小宝认为 成冠的内力不输 红安通 而九难可以一掌打的成冠 气血翻涌 因此呢 九难在硬实力上 确实有可能强过红安通 因此呢 陆顶记中的高手排名 按照旁排 应该是九难 归心术 红安通 合体手承认 不如归心术 因此呢 区区最后一名 但是按照实战数据 也可能是归心术 九难 红安通 合体手